早晨 大事方面,美國最新公佈的就業數據理想 美國上個星期首次新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意外減少了1萬人至20萬人左右 就是今年4月份以來最少 同時是比市場預期好 而且貿易戰消息方面 美國總統特朗普重申 現在中美貿易談判是順利的 原定在12月15日的加徵關稅措施可能會有變化 但投資者都是採取一個比較觀望的態度 帶動美股收市是反覆向好 但就只是溫和回升而已 道指收市是升了28點報27677 港股後市方面 港股持續是受到中美關係變化的消息所主導 雖然有消息說到中美有望達成 這個首階段的貿易協議是帶動港股回穩 不過近期大市的交投量都是比較少 同時反彈力度都不算很舊 反應投資者入市意欲仍然比較薄弱 而且技術上面來說 恆指仍然處於多條平均線之下 技術走勢就是一般的 而且市場仍然觀望 中美最後會不會可以撒停關稅升級 而且達成這個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加上臨近年尾聖誕新年假期成交量都可能會繼續偏低 港股預計繼續會在26000點至26500上落 今日的個股推介會說回5G概念股 就是經訊通訊2342 2020年預計是環球5G大規模商用的關鍵年份 5G的建設投資將會進入另一個上升的周期 5G電訊的設備訂單增長相信會因而加快 經訊通訊作為國內領先的無線通訊解決方案供應商 它的主要客戶就是內地三大的電訊商 受惠於內地在上半財年 都是加強4G的網絡開發 上半財年公司的業績可以扭歸為形 短期來說都會預計經訊通訊會受惠於4G和5G相軌並行 估值上來說2020財年的預測市盈率是30倍 估值不算很高 我們給的目標價是2.1 指示價是1.77 謝謝